我的家伙站的背景正好一个乐头 你反应过来了小小机会移一下啊 但是这边有掩体的ft 新的线路了 哎有点晕 因为兔兔山 咱们的信息其实看不到 周平安进展762 哦这一波 船两个啊先把分数给补掉 这人怎么拉出来扫车啊 怎么这么猛 那周平安一句有人贴我 队友立马就上车了 跟SMS前后脚 下来接车 接驾相当于SMS就把自己打没了啊 肯定是对我DT天路和17 这边SMS无次可去啊 有场照了一圈 吃到了两侧枪线的驱赶 感觉T9好惨啊 到处被赶 这石头都趴不了啊 找个厕所或者炮楼吧 哦 哦 肯定已经局部长打完了 这波落位之后 看能不能找一个反坡呆着 找去K一下 做兄弟在心中 悟空连续才命令 干他 他能不去吗 对吧 你这一波想进圈难度也很大 对 Muta这边的话 敲敲的位置 CTG已经踩住了 成口 天路的话也是在这边发布会合了 M4 天了过来 Forever一个人很难扛住啊 这边啊 小红最近出手 队友都顶了过来 但是对方没有延期 正好一个开明点抓住 没有子弹 慕子里要了一个大背身 小路在高点的炸枪 这波能顶住吗 都是一个一打一的队位 这没必要打的慕子里 慕子里也找机会看能不能服队友 牛Happy又来了 这牛Happy 孔城最大赢家 小路已经把坦克淘汰掉了 然后现在在甘拉 慕子里也知道了小路的过点 经验还是非常的丰富的 老道 牛Happy一看 哎 慕子里还出枪呢 你对我的雷先往楼上二楼去跑 大二楼其实已经占人了 G 看小朋友能不能补一个 没有成功 牛Happy最大赢家 又给他抓到了机会 是的 机会抓得很好 而且是把场上的心肌给吃透了 一看是慕子里出手知道 这波太果断了 小唐回去的时候 被两边夹用枪线两根抽了 近点 七七已经摸到来让KK脸上了 七七还没有动 来让KK换了进展 原点有人看到他了 是小左 干嘛被淘汰了 嗯 接下来看 是的 但他们目标肯定是 不限于拿低保 因为 虽然说这一周如果说想夺 周冠是有一些难度 但是 B这个点 好 我们看到另外 DT这边直撞了巨幅的房区 刚好一个下车 小五弟弟一个街车 放得了雪魔 这个方法比较难撞 两方忽人头之物 对 那北边要持枪线 这高新趴在地上连打两个能 别被K投 收获两分低保 远点派入一直来投巨幅 特面有小羊的枪线 这波第一期只存活下来一个六腰 剩下队友全部呗 而巨幅也只剩一人了 只剩小羊一个 这首队友这边剩一个小羊了 孝羊 哎 通过烟雾的遮挡 先把队友给扶起来啊 近点还能够找找机会 六腰没法救我 我叫救了好准啊 直接往一追踪至刀手 雷追到了灰灰的脚边 但人头拿不到 哎 K起来了 人头是没法拿他没有射击角度 这个雷丢的有东西呢 看来六腰最近没少练啊 还三百四踢九想过来圈一波架 小羊圈不好不好见了吧 那目标猎物 来了 这踢九要出现了 直接被小羊掏了一波屁股 五七七在车旁边 哎去石头 但这个血量 落地应该就倒了 快乐的小羊 被小铃铛给带走了啊圈边的一波收分 朋友的话 哦这个被远点超傻了 啊队友在这边啊 这个位置太好扔了吧 在在在叫在叫个队友啊 这一颗应该有了 这颗有了 这波已经和队友的配合 已经把分手全部收下了 但是 海老来了 他直接推开了 扔进了烟边 起烟了就能跑位 那天地两颗雷已经丢完了 反而dt先来练实了 您想跟天地怎么进圈呢 这儿的车还能动 把掉了滴机的人 甚至有可能把滴机房去撞了 滴机房子里面还倒了一个 这波 dt 出事了 拍照我能不能抓到这个房子 这是分采的这个信息啊 这波dt 感觉 贪出事了 看到大仓没人了吗 这车让爆了 完了 这火力太足了 五六根枪线 把dt打没了 又厕所救人 天鹿已经倒两个了 然后派了两个人过来救 牛海比也在抽 石器也在抽 天鹿站着只有从头一个人啊 想通过这个车的遮挡 把队友扶起来 但是 这个车已经被打炸了 另外一次 Peril 打得好直径 龙死了 切斜放到了马云龙 但是 经典队已经推到了厕所边上 这一侧能拔掉 能拔进点的位置 但是远处有枪线出手 这边敌体将鸣给放到 这个位置可以拉起来 这个反坡能拉 致不致命 好像 差一点的扔进来了 FTY贴近的扔手雷 一把手雷再次带走了Peril 这几颗雷丢的有准度的 要么打FTY 17是打不了的 他打17 他接FTY那个地方的话 那个过点也比较长 就其实也 就有人架着能切近点 但打17 烟还在遮挡 这个手雷好像挺准的 但是 5位没有被炸倒 这颗手雷补生了伤害 吉隆哥放倒了5位 侧线的问题解决 可以拉到反坡的位置了 林强就看到了对方的背身 惊烟了不好打 要进防处的队友会合了 但哇 又是一颗手雷基隆哥 带走了林强 先把分数给捅掉 Monking King 从烟线侧翼拉出 又一颗手雷 三颗雷全部并中 三颗雷全部并中 这三分后位有点多呀 再打一波 状态来了 队友开冲了 有点难难拉扯的这个位置让吉隆 难受了呀 这两个人打斜同 对方也是两个 过点发现了先放到911啊 再次一攻一穿二小九 一穿三小九 今天是九上 九爷 成功一穿三 吉隆太难了这个反坡 就打下来了 确实 这都要契机的 你不可能平地一穿三 牛海皮又开始进攻了 轰炸区 这地形 那牛海皮也在等天路 刚刚也说到过DT的问题啊 他无论是打17 还是打 FTY这一侧都没有机会 因为他这个地形就决定他没有 什么位置可以待了 就等待一个这个 盘明分啊 DT也被清理掉了 最后是一个4打4打3打1 啊 17的目标朝着牛海皮去了 经典 经典是 大残了 一丝血 但是男人先打了一个 是放倒了小鬼 经典 金典和小北还在扔斜同雷 这个雷的角度都还可以 结果的话 用海皮顶到脸上了 举手顶住了 周平炎先放倒一个 明明 这一波 两方是打成了一个三打一的一个局面 剩最后一个了 发生 再看九上 能定住看一下FTY最后的一个抉择 这波打完之后 他们是如何拉出的 那这样幻神被限制住 17有时间能扶队 然后侧面的枪线一捕 只要不让柏梁给偷了侧身 这一波 17正面是一个 先扶起了人 目前是 要被顶了 完了 跟幻神打起来了 这波是 你说侧面直接把小九放倒 近点柏梁被突破了 左边是有一线眼保护的 小北近点 就是打赢 4打1打1了 17吃了 位置锁定了 FTY最后一人就在 烟里烟边 术后位置锁定 直接从平地杆拉过来 这个侧身 不会给机会了 其实手机买到了烟线边缘 看到了位置 这一波 听到脚不收 直接跑烟线 没头 一个思绪 诶 差一点 老师叔叔叔 2打1了 这牙还有时间让他打药 投注还有吗 对 看一下吧 只有闪了 17身上雷火应该都丢完了 跟牛排比一波正面 哇 老橘又 熬熬出一个淘汰啊 这局FTY拿了不少分 老橘是个M4 好还得是小北啊 恭喜17 12个淘汰 成功的拿下了今天 这是 第一 二场对时间过得 有点太快